只见男孩将耳机 戴在了老爹视如己出的鸟蛋上 万万没想到这鸟蛋 因为震耳欲聋的摇滚月 裂开一条缝 可老爹不仅没怪他 反而很高兴 最后父子俩一同 换上了一身奇异的长袍 他叫托马 父母黎 是个沉溺游戏的城市少年 妈妈工作缠身 只好送托马到乡下的父亲那里过暑假 老爹是个动物专家 为了拯救濒临猎绝的野生白燕 他研究出了一条安全的迁徙路线 但博物馆并不同意他的研究 因为没有多余的资金管宴的死活 可老爹还是顺走了馆长的章 盖在了自己的项目上 准备偷摸孵化二十只鸟蛋 带领他们迁徙 刚到乡下的托马 看着田野里穿着奇装一服的老爹 发誓打死也不要住在这 而且这鬼地方没有网 白天被蚊子咬 夜里被老鼠吵 真是糟糕透了 而老爹之所以穿成这样 是因为燕鸟的应急效应 在破壳而出后见到的第一个活物 会被认定是自己的妈妈 为了让幼鸟出生就记住 他才穿成这样 听得前妻是一脸猛 尽管很不舍 但忙于工作的妈妈 还是把托马留在了这 无聊透顶的 他只能打着单机游戏 老爹也自顾自地忙着 这天实在闲得慌 他把耳机分享给了鸟蛋 不料蛋裂开了 他主动和父亲承认错误 老爹反而很高兴 因为鸟出渴了 由于是自己的错误 托马也主动穿上了奇怪的长袍 当起了鸟妈妈 老爹把鸟宝宝放在托马手上 托马一脸嫌弃 老爹说 你刚出生时也是丑丑的 不久幼鸟全部孵化出来 托马带他们外出觅食 形影不离 真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老爹则调试着飞机 让托马推着除草机 带小燕们去溜湾 熟悉引擎的声音 老爹计划将幼鸟驱车带到北极 在迁徙时驾驶飞机 带领他们一路往南飞 经过北海 丹麦 德国 卢森堡后 到达现在的家 只要飞过一次 他们就会把路线刻在脑子里 托马问为什么不按直线飞行 老爹说 因为人类的活动 影响了候鸟的迁徙路线 直线飞行会有太多危险因素 比如机场 电线 光害 自己这条路是最安全的 只要飞行成功 这一濒临灭绝的物种就得救了 听得托马两眼放光 老爹让他打开飞机引擎 把小燕们放出来 他们真朝着托马游过去 紧紧跟随飞机 托马躺进了水里 任由小燕在自己身上细水 此刻 他真的成了鸟妈妈 可妈妈听说 他要开飞机带小燕迁徙 却坚决不同意 沉迷游戏的城市少年 来到乡下就戒掉了网瘾 还和父亲学会了开飞机 这是一次法国版变形计 托马憧憬着这次迁徙之旅 母亲走后 父亲开始传授他飞行经验 飞翔的感觉太棒了 收拾好一切 父子二人带着小燕们出发了 他们先来到朋友的研究点 给小燕们打上一秒 装上定位晶片 三人跋山涉水 从最南端到达了最北的极圈 也是小燕们起飞的始发站 但按照规定 当地保护区要先给小燕们采写检测 结果需要等待八天的时间 检查通过后才能将他们放出笼子 十天等待无果后 老爹忍不住了 小燕跟着父子俩第一次起飞了 这个地方他们会铭记于心 来年他们会回到这个地方驻巢 老爹坐上飞机 准备让小燕们跟着他试飞一圈 可他们根本就不理老爹 自顾自的飞着 三人正在想哪里出了问题 此时保护区的人找上门来 说他们未经许可放鸟 严重违法 何况禽流感检测结果呈阳性 老爹说这是打疫苗后的正常反应 对方不管这些 准备把鸟抓走 老爹承认了是自己伪造的文件 一听自己辛苦养大的鸟宝宝要被抓走 托马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他发动引擎 谁也没想到燕鸟们跟着他飞了起来 原来他们跟随的是托马 而不是那架飞机 老爹大声呼喊让他停下 但无济于事 第一次飞这么高 他也很害怕 可当他看见有小燕们的陪伴 他的内心无比坚定 飞到一个湖边 决定今晚就在这过夜了 天还没亮 托马就被鸟的叫声吵醒 回头一看 一只大射利出现 托马无济可施 只好大喊大叫想吓跑他 没想到还真管用了 另一头 老爹和朋友被关 政府要控告他们伪造文件私自放鸟 老爹说 随你怎么告 儿子的安全才是他最担心的 此时母亲得到消息和父亲大吵起来 托马这边游箱见底 再这样飞下去 将面临原料耗尽坠机的下场 天无绝人之路 他在一处有人住的海滩停了下去 一个小女孩发现了他 并带他到父亲的船上 加满了燃料 女孩和他挥手告别 并拍了下来 视频在网上大火 老爹看到后欣慰不已 托马还活着 还一只鸟都没少 但最终他能否带领小燕们平安到家呢 这个仅有14岁的男孩 竟然一个人开着飞机 带着一群燕鸟飞往南方 然而前方乌云密布 雷雨交加 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 只为完成父亲的梦想 此时的托马正研究着路线 小燕们却意识到危险 原来是保护区的人员 他们要射杀违法放出的大燕 托马赶紧收拾东西 再次起飞 他们飞过一望无垠的田野 穿过群山 托马此刻张开手掌 仿佛和小燕们一样在展翅飞翔 自由是如此的惬意 他爹老爹发信息说自己会飞越北海 那意味着他要飞行接近1000公里 可一旦迷失方向飞到外海 后果不堪设想 妈妈听后哭了起来 而老爹也后悔教诲托马飞行 毕竟他才14岁 此时的托马正面临着艰巨的考验 遇上了暴风雨云团 狂风大作 还伴随着雷电 一旦飞进去 结果将无法预料 而小燕们也左摇右摆 飞行艰难 可托马没有退路 只有往前冲 眼看飞机就要被飓风撕碎 忽然托马看见了希望 云端上方有一个缺口 他操控飞机朝上飞去 冲上云霄 小燕也跟着冲了 此时 托马发现最小的一只不见了 他四处张望 终于掉队的那只鸟宝宝 使劲飞了过来 托马将他放进怀里取暖 托马一路南下 深受路过的地方欢迎 人们叫他带鸟的南海 向他提供帮助 争相和他拍照 通过城市 伴着朝阳 披着霞光 一路飞啊飞 不知过了多久 飞到了和父母相约的研究中心 可经过长途跋涉 此时的托马已经严重脱水 落地晕了过去 他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问小燕怎么样 老爹说不用担心 但计划到此为止 托马和老爹起了争执 老爹说不该让他冒险 让妈妈带他回去上学 但没想到托马再次起飞 而这次是一直反对 他的妈妈放走了他 托马的行为不久后 被电视台报道 所到之处 人群欢呼 挥手欢迎 父母也追随着他的脚步 一路同行 最后一段旅程了 托马关掉了引擎 好好享受着和他的孩子们 最后的一段飞行时光 自由翱翔是这样惬意 最终托马做到了 飞越两千多公里 从北极地区出发 横跃整个法国 指引着二十只野生白燕 成功完成迁徙 六个月后 托马一家来到北极圈 那个大燕第一次起飞的地方 如果他们能飞回此处 就会在这里真正繁衍起来 等了很多天 大家有些担心 就在此时 坐在草坡上的托马四游所感应 拿起望远镜 终于 在湛蓝的湖面上 远远看到连城一线的燕群翩翩而至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给我翅膀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